那现在邱老师已经人回到台北了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给大家 来做一个选后的分析 刚好今天赖清德宣布 他要参选民进党主席 先请教一下邱老师 很多人以此认为说 大概英系走入历史 或者英系从此 要退出民进党的权力舞台 老师怎么来看待 这个选后蔡赖之间的关系 政治的东西 即使要退 也必须要安全下庄 要不然 就是要以尽为退 用以尽为退 来与对方之间形成的恐怖平衡 以寻求自保 所以蔡英文当然知道 民进党里面的各派系 都像是 恶虎 恶虎群狼 都准备要吞噬他 而他也知道 这一次他是九合一选战 大败 惨败 溃败的 头号战犯 而他 敌系的英系 也成为宙死之地 所以蔡英文本来在选后 也安排了一部 自保的旗 什么叫自保的旗呢 他当时希望 由他嫡系的两员大将 分担重任 第一个嫡系大将 叫陈奇迈 陈奇迈因为在高雄 是大胜 连任 所以让陈奇迈担任 民进党的代理主席 而背后 能来由蔡英文操控 然后呢 民进党成立一个 败选检讨小组 由郑文灿 蔡英文的另一个嫡系的人马 由郑文灿 担任 败选检讨小组的造计人 以防 整个败选的责任 全部推到蔡英文的身上 好然后呢他也促复了郑文灿 要他明年一月 要出来选党主席 他认为以郑文灿的人和 选党主席应该没有问题 然后选了党主席以后 就可以主导 民进党的党机器 也就是可以把 赖清德主党在外 这是蔡英文帝下的战略 对 可是啊 形势比人强 蔡英文没有料到 就在这一个关键的时刻 台大公布了论文抄袭的 调查结果 郑文灿的硕士论文被台大确认抄袭 而且抄袭的比例高达30%以上 而且台大马上撤销了 郑文灿的硕士的学位 这一个冲击 使得蔡英文对 郑文灿所做的一切的布局 全部泡汤 而就在这个时候 赖清德在选选检讨小组中 首度提到 他准备参选民进党党主席 而且谁党都没有用 他希望 请记住 赖清德要选党主席 提出的条件是 只有他一个人选 同而计权 一时告诉蔡 很有条件的 这个还可以讲条件 所以重点在这里 重点在这个地方了 重点在过程不在结果 赖清德直接了当的要蔡英文 你不可以再提出你的人选 只能有我赖清德 一人计权 同而计权 也就是他下个礼拜就会直接登记 要选党主席 也就是说拍板的 这个他已经完完全全确定 而且明白告诉大家 他电告 电告党主席蔡英文 他要钱 他告诉大家 我有打电话给蔡英文这件事 就完全都是摊开来的 我也不要让蔡英文可以戳 我就告诉大家 我已经告诉过蔡英文了 蔡英文你是知道的 中国人都会假装说我不要 即使很想起 他会假装说我不要 他会客气几声 很少人像赖清德表现的 这么直接 这么直接了当的 这么积极的 为什么 我分析几个原因 第一个 赖清德不相信 蔡英文不会插手 他完全不信任蔡英文 他认为蔡英文不可能放手 他认为蔡英文会动手脚 既然李蔡英文会动手脚 那我就把一切摊在台面上 让大家知道 我已经告诉李蔡英文 我要选 我赖清德要选 如果李蔡英文还推出别的人选 要跟我来较劲 那就是代表大家翻脸 这就是赖清德部的局 那如果大家翻脸了 那我赖清德 我就不需要尊蔡 那将来如果你蔡英文被抽后算上 你也别怪我了 因为翻脸了 我都告诉大家 我们我已经告诉你了 而且你也没有反对 我选党主席 既然如此 你如果还推人出来跟我竞争 那就不够意思了 蔡英文这一次 搞了一个未留苏贞昌 对 这是很一乎寻常的 四年前 民进党九合一选在惨败 对 蔡英文持续党主席 那个时候的行政院长是谁 赖清德 对了 赖清德辞职 以示负责 蔡英文有未留吗 没有 蔡英文以谁取代赖清德 就是苏贞昌 对 而当时候 蔡赖两个人联手 赖清德本来在民调支持度上 领先蔡英文28% 蔡英文跟苏贞昌联手以后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江山变色 赖清德最后反输给蔡英文8% 一个在台湾运作长久的政治人物 大家对他的印象都已经定型化了 对对对一个月的时间 民调差距36% 不可思议 嗯 但是事实发生 对啊 对 所以赖清德发现蔡英文你又玩这一套 嗯 你又去喂留赖 喂留苏贞昌 苏贞昌 你当年没有喂留我赖清德 你提借在喂留苏贞昌 你明显不怀好意 嗯 你明显暗藏玄机 你不要想再玩花样 也不要想 你苏贞昌从行政院长下来之后 又跑去登记选当主席 这个就是赖清德的第二个 为了逼退苏贞昌 以免重掏覆辙 赖清德当时民调会有领先28 对 调到反输给蔡英文8% 差距36% 还有个重要的因素 当时候赖清德被秦制单位侦测到 他与新潮流的金主大佬密会 而这一个影片照片 暴露出来以后 所有的民进党的金主 新潮流的公职人员跟大佬 全部下坏了 没有人敢再捐钱给赖清德选 也没有人敢再靠近赖清德 每个人都觉得身边都有秦制单位的两个眼睛 在盯着每一个人 所以赖清德知道 不拔掉蔡英文的情制系统 他这一次还是有危险 而现在掌握蔡英文情制系统的人 叫陈明通 吉祖陈明通 对前面有林志坚的案子 抄袭案 后来又有郑文财德抄袭案 更严重的是台大还在要求 还正在调查一个酒包案 什么叫酒包案你知道吗 陈明通一共指导173位 在职专班的硕士 而其中有9位 包含了民进党立委 电视台主播 电视台名嘴 这9位的论文都是陈明通指导 都是他指导 9位的论文 护操 共同抄袭在护操 所以这个酒包案 台大正在调查 可是陈明通脸皮很厚 他就是不下来 他就是不下来 即使台大解冰他教设 陈明通不下来 因为陈明通 基本上国安局的局长不归 不归行政院院长管 对他是直接蔡英文任命的 对所以蔡英文不让他下 他就不必要下 而且陈明通 掌握了秦志单位 他就可以去重新 重掏负责 去搞四年前的那一套 蔡英德不能再吃一次亏 不能再抵一次交 可是要拿掉陈明通 只有一个办法 我直接告诉李蔡英文 我要选党主席 我上了以后 就是干掉陈明通 也只有干掉陈明通 给他这么大的压力 陈明通才会怕 那时候他们为什么不怕赖金德 因为他们认为 赖金德你选不上党主席的 我们天罗地网 在那个地方你选不上的 因为选不上 所以苏貞昌咬他 陈明通咬他 再进得闭口 但是再进得现在告诉你 我一切摊在台面上 我已经电告你蔡英文 我要选党主席 你别挡我 你挡我后果自破 而同样的 也把这个消息 对外让大家 忠告天下 然后让苏貞昌知道 你别想再被俄叉一文搞我 你已经是一个 七十几岁万八的老头 你不要想再惹我 你再惹我 你没有好下场